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刚 现在我们去拜访一个神秘人物 我们一时一友,认识了大概有两年多了 然后我先不说她是谁 我们待会去 在路上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个小姐姐 先跟大家透露一下她12斤 好吧,走吧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成都了 然后就是福哥的工作室附近 前面这位就是我们所说的12斤小姐姐 欣欣 哈喽,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我是欣欣,来自于重庆 传说中胖了12斤的小姐姐就是我 刚来的第一个月,我没想过我会胖12斤的 但是刚刚做菜的话太好吃了 然后导致我每天无节制的吃 不过没关系嘛 毕竟身为一个吃货的我 唯有美食不可辜负嘛 好,我们走吧 去超市买点东西 好 找个店买不来 我们应该在店里 cactus 第一aba 这边就是番壮谄 朋友们 母亲 就hun 鲎 追bud 不仅 我们一起来 李子 按 enemies 一起 Strong 和 Trump 我们能处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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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静伯的地方风景真的好 夜景好 夜景好 夜景起点多 就是起得超越来越大 而且还要稳定的 因为要稳定的 所以有机会也不乐 现在我们到了霍哥工作室 然后我做了很多菜 找到我们 今天要长多了斤就收了算 嗯 两斤吧 最多两斤了不能再多了 不要贴你太多 你不要你长了什么 一百五瓦的斤就很难回去了 你都回不去了 那是找不到回手不自己路了 我那个基本上就回不去了 是 我贴 我贴 你情况不一样 你妈一百一百七了 你还有大三 你还要贴 我贴 敏感 你都一百七了 这一个是火哥家的腊肉 这个是麻辣香肠 这个也是香肠 川味香肠 这两种不一样的 这儿有两种香肠 一个串味 一个麻辣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烟熏腊肉 烟熏腊肉 我先上 你上吧 哪个是麻辣的 我看这个是麻辣的 这个是串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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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两个串 肯定 肯定是串味 还是 它这个是串味 我们的香肠是偏色 还是四万 不怕产了 这个是不香料 他准备了两斤了 你的基础是多少 你长12斤之前 基础是多少 80多 现在120多 那也不所谓 小姐姐 尝尝这个糖味醋白骨 小姐姐 松块子 来来 过来边 辛苦了 辛苦了 八十的半 八十的半 这个是孙子小排骨 孙子排骨鸡 排骨鸡啊 孙子排骨鸡 两份 两份好大一点 整整整 整整 其实你说成都的这个夜景还是多漂亮的 哦 那个就是环球东西 哦 那个就是环球东西 全世界最大的单体现出 这边也说这边是绕层 那里绕层出口 等于你直接就从那里上绕层 就回去了 很方便 好 路上慢一点 多加强我们小货帮 跟小货帮的技术来交流 必须要交流 我觉得 其实以说串材来说的话 只有交流才能进行 对的 大家互相进行 慢点 注意安全好 路上 那就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要得要得 拜拜 好好好 拜拜 好 要得要得 拜拜时候 关注西瓜视频美食作家王刚 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